而东西吃太多当然也有会变胖的危机了 现在就有健检机构抽样调查 超重的胖子一族 您知道吗 全台湾这个胖子最多的地方在台中 而其他呢 依据是高雄台北以及桃园 而在台北跟高雄呢 普遍也都有血糖血压血脂三高的危机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台中的胖子最多的都会区呢 专家就分析了 这个吃到饱的餐厅是目标 害怕针灸减重闭着眼睛平坦痛的庄小姐 躺在病床上接受中医师减重疗程 只为了让自己再苗条一点 原本穿这件的时候就是 等一下 就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看是有曲线嘛 以前看是 我比较贯人 就是这个就整个这样子 很明显就有 庄小姐最爱上吃到饱餐厅 一周最少报到两次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意 如今却是后悔末期 从原来的63公斤飙高到70公斤 望着自己的腰围实在懊悔 不管是299烧烤吃到饱 台中逢甲夜市小吃 琳琅满目 成了台中观光标的 但也因为这样的餐厅让台中胖子族成了全台之冠 根据健康检查机构的抽样调查 操纵的民众比率台中第一名接续是高雄台北桃园四大度会区就属台中胖子最多 而在三高罹患的风险上 台北位居第一 血糖异常的民众最多 高雄受减民众有血压血脂异常的危机 像台中很多餐厅啊 他们都是很大间的 然后吃到饱的 然后可能在过程之中啊 大家就会忽略少盐少油跟高纤维的东西 原本是饮食天堂的台中 到处充斥着吃到饱餐厅 专家认为可能跟台中列居超纵最高有关 中文学院宫遇得咒语的台中赛访报道